妈 我保重 我以后我再也不和你吵了 我们和好吧 不吵了 不吵了 好好过 好好过 妈 怎么回事啊 大卫什么时候走的呀 不知道 早上还好好的呢 我还给他留了饭 我就去买菜了 回来他人就没了 就留了什么个纸条 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打了 关机 关机 你说这大卫他能上哪儿去呀 他带够钱了没有啊 他不会想不开吧 你说为什么要去买菜呀 我刚一出去 我这孩子就背了 妈 妈 您别急 寻找什么快乐呀 大卫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心里不舒服 他想出去走走 咱们等一会儿 他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 怎么啦 大卫离家出走了 什么 大卫离家出走了 大卫离家出走了 大卫离家出来了 大卫离家出来了 不客人 我都帮了 我都帮你 和折磨力 似乎人生没有任何 值得我高兴的事情了 我努力想让自己 振作起来 可情况却一天天的变差 我越来越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情绪和想法 又不想让你们为我 担心和难过 我只好离开了 你们不要来找我 如果我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会回来的 那他要是解决不了 他的问题呢 您跟这添什么乱呢 不会的 他还有老婆孩子 他还有爹妈呢 他不会想不开的 不是 这 这大伟他什么时候走的呀 我也不知道 我婆婆买完菜回来 他就不见了 他就留了这么一封信 有一个纸条 我说的呢 前两天我上班的时候啊 还真在咱们小区里 看见大伟 他一点跟这转呀 不能吧 他前一阵 是说他不想上班了 可是他这几天 他早早起来就走了呀 我以为他没事了呢 都是我不好 是我太大意了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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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妮妮 你啊 再给亲戚朋友 还有公司的人 打个电话 让他们再帮着瞅瞅 这个实在明天找不着 该当学人起事 当学人起事 该报警报警 媳妇 你帮着妮妮一块儿打 我跟你说啊 妮妮的公务婆婆 都随着大了 你帮着照应照应 妮妮 我现在啊 就去物业 我看一眼那监控你 看看这大伟 最后一次 出现是什么时候 他奔哪儿走了 媳妮 妮妮这儿你照顾着 我先去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 一定会找着的 怎么办呀 别难过 别难过 别着急 别着急 大伟啊 肯定是 想到外面 多个清静的 他给妮妮写的信 不是说 等他好了 他就马上会回来 大伟啊 我苦命的孩子啊 你说他心里 有多少苦 他有多少憋屈 我这当娘的 一点也不能 替他分担呢 爸 怎么样啊 妮妮 还没消息呢 但是你们别着急 还在找着呢 我的儿子啊 你说 你到哪儿去了 你这么可爱心呢 行了 别着急了 别着急了 他那些血压又高了 赶紧去拿那个 宁副达 你复他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啊 这事都怪我 要不是我老埋怨 他老和他妈闹 还老拿他和别人比 怎么会把他逼成这样呢 你别往心里去 他能今天这样 肯定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 肯定是心里有什么 过不去的坎儿 我觉得出去走走也挺好 散散心 就当他自己给自己 放了个假 回来了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开心 我现在真的挺害怕的 我真怕他出什么事 我现在想想 你说他得多可怜呀 他把自己憋屈成那样 晚上觉也睡不着 班也没心思上 我还老骂他心里脆弱 你说他不会想不开吧 你别这么责怪你自己 我告诉你 大伟是心中 但是越心中的人 越不会干出国的事 他肯定惦着你跟孩子呢 等他散完心 一准就回来了 我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这世上有后悔要多好啊 我一定改改我这脾气 我再也不唠叨他了 什么时候改都不晚 等他回来你就改 兴许这坏事变好事了 行了 别难受 大梅 干吗呢 说句话呀 开心说得对 你现在不要着急 李涛在公安局认识人呢 回头让他给问问 看能不能帮忙给找找 别难过 我直觉可怜了 大卫一定没事了 放心 大梅 谢谢你啊 你说你挺了大肚子 还跟着我操心 挺晚的了 要不你赶快回去吧 我留下来陪你 不用 我还得劝劝我公公婆婆呢 我婆婆今天一直不舒服 我怕她身体再出什么问题 那好吧 你自己多保重 我明天一到报社就给你请假 马上登绝人起事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妈 您这是肝吧 您是不是急得肝疼了呀 要不咱们去医院检查检查 不用查 大卫回来 我就好了 那您 也不能就这么挺着呀 您别怕花钱 您有什么不舒服 咱们就去看看 没事 昨天晚上 我梦见大海了 我就抱着大海哭啊 我说大海 你弟弟不知道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 就走了 你得赶紧帮妈找找他 让他赶快回家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 咱们一家人 不能一起说呀 妈 对不起啊 以前都是我不好 我老是和你们呢 和大卫呢 才给大卫那么大的压力 对不起呀 我也不对呀 有单日子 我是诚心不想让你们俩一起过呀 现在想想 我瞎查乎什么呀 大卫心里头只有你 我非要把你们分开 这孩子 他能好受吗 妈 我保重 我以后我再也不和你们吵了 我们和好吧 不吵了 不吵了 好好过 好好过啊 咱们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然后等大卫回来 咱们就抱着他 你说他什么人呀 你说他什么人呀 他说跑就这么跑了 好孩子 好孩子 不哭啊 不哭 好孩子